天網小組曾經訪問過一位 偵訊張志輝的原警 就用這位原警的說法 張志輝曾經在暗發現場 心虛的下跪 痛哭棘手的向白小燕的鬼魂求饒 白岸發生之後 陳建興的氣臼 張志輝就持續他的工作 到一家教練場去當教練 所以警方找到他的時候 他還少有其事地講著說 他有不在場的證明 而且跟這個案子無關 警方就問他說他怕不怕鬼神 他說他不怕 因為他並沒有做虧心事 警方說好 那我帶你到白小燕的命案第一現場 也就是那間屋子裡面 他藏寧的地點去看 這個時候張志輝也跟著警方去 等到到了這個現場之後 忽然這個張志輝就整個人趴在地上 警方就嚇一跳說怎麼回事 只見這個張志輝全身顫抖 然後面孔扭曲一直在那邊掙扎 警方又覺得很奇怪 以為說他是不是陽顛風發作了 還想要上前去救他 那這時候張志輝你剛剛吃的便當 全部都吐出來吐得滿地都是 那警方就說你到底怎麼回事 只見張志輝就一直在那邊叫說 白小燕來了白小燕來了 警方看看是說並沒有任何異狀啊 結果呢他就那個張志輝跟警方說 大族香煮紙錢快點給我我要燒 結果警方人員就馬上拿來 香煮紙錢放在地上讓張志輝去祭拜 就只見張志輝又祭拜又燒紙錢 一直足足折騰了半個多小時 最後警方實在耐不住了就問他說 到底好了沒有 這時候張志輝才喘了一口大氣說 好了你們可以問了我什麼都糟了 所以到這個時候案情才算真正的突破 張志輝才說是他由他負責監控白小燕 而整個這個白岸的三血他們作案的過程 也都從張志輝的口中威威到來了 那其實他如果說很疼你的話 他應該會回來看看你啊 就是說看看你到底活得好不好啊 對啊看看你是不是很那個很堅強 我覺得心感覺 我個人可以感覺他無足的 就是好像好像都一直在我身邊 嗯哼 對那種感覺 嗯哼 對我覺得很強 我覺得那種心裡 心裡的感覺 你覺得他雖然死了 可是他還是一直在你旁邊照顧你 我覺得他還是一直活在我的身邊 嗯哼 對我覺得 但是你都沒有夢到他呀 有啊 那有沒有可能是因為就是 因為 以前有沒有聽過就是說 土神看守所是八卦的造型 然後可能 因為我聽說裡面死刑犯死在裡面 然後魂魄都出不來 會不會有可能是這種 所以才沒有夢到他 嗯哼 因為這個傳說其實是有人這麼講啊 嗯 啊事實上有沒有的話我也不知道 嗯哼 因為這要問說以前被槍絕的人 嗯哼 他有沒有 有沒有說出來家裡的人夢過 那夢過的話那又表示什麼 就表示說他魂魄有出來啊 那如果沒有夢到呢 就有可能沒有出來吧 那你心不希望能夠夢到他 會再看他一眼呢 嗯 不會 不會啊 害人累累的陳靜心 在死前被塑造成悲劇的英雄 竟然還出了一本懺悔路 看著陳靜心的道歉信 令人不禁懷疑 一句我毀罪 就能洗滌所有的罪孽嗎 如果陳靜心要求大眾 給他一個賦罪的機會 那誰來彌補那些受害者 心中永遠的痛 其實講到這個創局 我們東森鬼化聯片 真的是做了很多的創局 你是說收視率的創局 在東森是最高的 對 而且還加上 我們常常會玩一些 這個靈異的實驗 還有這個 蝶仙啊 蝶仙啊 靈百啊什麼 像今天我們的創局 就是我們今天直接就 請了這個一個棺材 在這個現場 我想這是所有 這是所有靈異節目 從來沒有做到過的喔 非常奇怪 而且喔 不過我再想一個構想喔 這個創局可能會更好 我想觀眾也會更要看 怎麼樣 就慎重在這裡睡一下 你看啊 你跟我說 這就不要一點 拜託 不過我講句實在話喔 來來來 不要講了 乾脆吧 這創局吧 對對對 要去睡那樣 我再送給我們 來來來來 我現在要睡 對 大家要睡 不是 不是 講到這個棺材啊 我講句實在話 從小我就是個非常喜歡 研究生死學的人 我常常會幻想說 有一天要躺在這棺材裡面 不曉得他會不會像我家床一樣 這麼柔軟 那我想請問一下高先生 像你們 你們是做這棺材的嗎 對 對 對 你有試躺過嗎 有啊 夏天進去裡面很涼快啊 躺進去很舒服嗎 很香啊 因為一個木頭 好的木頭的話 香味就是會有香味 那你都在裡面睡午覺嗎 有時候 小的時候 真的啊 對對對 沒什麼啊 這個哪有什麼奇怪的事 這樣好了 你先躺進去然後我再躺 你敢嗎 今天你是主持人對不對 如果你主持人 我一直讓給我做的話 我就進去躺了 不過今天要躺這個躺官的人 今天有一些禁忌 平常沒有什麼禁忌 今天有禁忌 什麼禁忌 任何人要躺的話 在其實 以現在來講 沒有任何禁忌 現在沒有 但今天現在已經是9點空 呦 這第一點 老師我一定不適合對不對 第二點 非常是 太漂亮的人不適合 第二點來講就是說 因為剛剛已經有請示過 關世音菩薩 現場我們也有打手運 所以基礎上來講 只有有能夠跟靈界溝通 有陰陽炎的人才可以躺 陰陽炎的人才可以躺 陰陽炎的人才可以 陰陽炎的人才可以 太陽炎的人才可以 陰陽炎 是不是 你不要再講 老師講就會這樣 老師講會一遍 我這個不小心 陰陽炎的人才可以 那是 人來 我們工作人員 我們問一下 今天 我們今天 你們有任何事 找我們製造人試試看好了 製造人來看 進去才要給豪包 對 開玩笑 這個要給豪包 欸 小胖妹 小胖妹在現場 來來來,有陰涼眼的 來來來 我們的敬惠啊,我們小胖妹啊 其實觀眾朋友應該還記得他 那你就適合啊 大家應該喔,應該記得他 準備當紅包,準備當紅包 他曾經有跟我們出過很多次的外景 那其實敬惠你有陰涼眼的 有陰涼眼的 還有,老師他就適合了吧 適合 而且要穿紅衣服 你可不可以看他眼睛是不是有大小眼 你注意看一看 大小眼 他也有陰涼眼 他有陰涼眼的 謝謝 那老師你覺得他適合躺嗎 還可以 還可以喔 願意嗎 我能說不願意嗎 不賴的看 像這樣我們一涼為主 他為我們的東森做另外一個創舉 他身上也有帶這個佛珠佛像 他非常安靜 有紅包見紅包 有紅包嗎 那我們就請陳大哥 這個把紅包給這個張靜惠小妹妹 然後我們這個小胖妹 為我們的創舉 好,那我們現在就要請靜惠來 就是實際的體驗一下 等一下他要彈下去的時候 請大家幫他顧揚一下 顧揚 打箭子 打箭子 好 那就放這樣子 這樣子 我們請我們的工作人員來幫忙一下 來 放在前面 來,到三缸 放在前面 放在前面 放在膠上 膠叉這樣 膠叉這樣 擺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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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為我們的董生做另外一個創舉 他要到裡面去看 摸出花 那靜惠 你可不可以 毫無其會他就去摸了 來 現在我們已經看到這個 有,真的是 這瓜哥為什麼是像三角 有點三角形啊 為什麼是不是比較寬 腳在那邊,頭在這裡嗎 是哪個是頭啊 哪個是頭哪個是頭啊 頭在那邊 頭在這裡 所以那邊就比較窄 這裡面有稍微 有一個弧形有沒有 這機器手比較撐得開 請問啊,我這樣摸下去 我會不會有不吉利啊 不會啦 不會啦 大吉大利 他已經摸給你看了 大吉大利,升官 這個升官花材沒有關係 你們了解喔 以前那個 大吉大利,升官花材 以前那個女兒 還把這個棺材當嫁妝 哎唷,真是太可怕了 這個習俗 但是要立著 就說 秀財要站起來 站起來 站起來 我們現在來衛進會做戶吧 來,做戶啊 來,做戶啊 好,來 那這個,這個手電筒呢 幸虧你就好自我知了 我們什麼東西都不能送給你 我們只有這個手電筒 伴隨著你 有電吧 有電 對 好,那我們現在 做這個護法 好,我們會讓護法 來,做這樣 所以我們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好,請你右腳先踩 長一百歲的右腳 右腳 右腳哪一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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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經害怕到完全左右不分 左右分清楚了 這樣 壓低的 對 對,然後再左腳 然後 對,轉過去 腳在這邊 對 慢慢坐下來 大家往前,往前走 對 哈哈 會常坐 不錯喔,不錯 很會秀 很會秀 昌米白色 對,昌米白色 我幫你照 來 幫你照 這蓋子是要蓋上還是不能蓋上 不要蓋上 最好不要蓋 不能蓋喔 這個蓋子 這個蓋子 空氣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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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要蓋上 這個千萬不要 好 好 好 怎樣,你感覺到什麼 晉慧 剛剛什麼感覺 有人躺在我的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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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躺在你的下面 晉慧,你再躺一次啊 你再躺一次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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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歪歪的 什麼叫 有人躺在你的下面 他說有人躺在他的下面 會不會連自己的朋友 跟他開玩笑 請你也把自己手打箭子 好,手會打箭子 跟這樣子 做同樣的動作 來,慢慢 晉慧,小心喔 我覺得看起來真的有點像 唉唷,你燈光不要這樣照 燈光才有效果 你故意把它照得好像...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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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靜慧,你現在感覺怎麼樣 來,照燈光 照燈光 照燈光,照燈光 照燈光 手燥,這樣才有效果啊 對不對,沈小月對不對 對 好,不要照燈 不要直接照燈 沒有關係啦 照他那塊玉好了 照燈光 對,藝配是對的 那靜慧,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講 現在躺在棺木裡面的感覺是什麼 好笑死人 可是不會講話 你有感覺到任何靈界的朋友 在你附近靠近你嗎 從開始下沉 下沉啊 他開始下沉了 開始下沉了 你不要下去啊 不要下去啊 不要下去啊 你不要下去啊 你要那個... 有定力不要下去 他手放下去了 他手放掉了 靜慧 靜慧 完了,出事了 他有時候就會這個樣子 靜慧 我們先怎麼辦 他聽不到我們的聲音 靜慧 靜慧,你還好嗎 不是,他真的有狀況 你住了 穆身了 穆身了 會呢 穆身了 對 稍微放一下 好 要做公 clothing 三公筒 快點,第三股相 三公筒 來,幹我第三股相 三股相 快點 興慧,你可跟我們講 剛才在你身上的是哪一種神人 玄天 玄天上帝 剛剛玄天上帝 你在棺材裡面那個一直走路是怎樣